魏兹布鲁克今天又飙大三元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金雷霆在自家主场迎战快艇 布鲁尔 库里布鲁尔攻下全队最高22分 魏兹布鲁克 罗西尔·威斯布鲁克则攻下16分 10篮板 11助攻 完成本季第22次大三元 生涯大三元记录更来到第101次 帅队以121比113夺5连胜 上半场雷霆靠着亚当斯 Steven Adams 布鲁尔各拿下14分 帅先取得领先优势 一篮后 匹 乔治 Paul George 先票投得分 小瑞佛斯 Austin Rivers 也回进三分 但双方一来一往都有分数进账 接下来雷霆展开攻势 帅 乔治 魏兹布鲁克接连得分 加上低 乔丹 安德 朱丹 孝瑞佛斯 相继失误 雷霆在安东尼一次上篮后 抢下10分领先并顺利获胜 布鲁尔 佐 在雷霆打出新气象 美联社 魏兹布鲁克今天攻下16分 10篮板 11助攻 完成本季第22次大三元 生涯次数来到101次 布鲁尔进账22分 以及生涯最高的6次抄截 P 乔治 搅出19分 7篮板 7助攻 亚当斯也有18分 14篮板的双十数据 现年32岁的布鲁尔上个月 招呼人卖断 合约之后 雷霆为了布罗伯森 安德 羅伯森的空缺 进而招揽布鲁尔 目前他在雷霆新发5场 场场皆获胜 平均拿下14 8分 巧合的是 布鲁尔在大学时期 和雷霆总教练唐纳文 Billy de Novoin 就是师徒关系 今天他也将功劳归于教练 认为是唐纳文让他打起球来相当舒服 P 乔治 中 美联社 不愿意 不愿意 在那边 只是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